没事 没事 检察官说了 我是赤手 而且还提供证据主动配合调查 检察官会要求 法官从前量刑 很快就回来了 你们两个 好好照顾自己 等我回来 我会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爸 你放心 我会照顾吗 你不用担心我吗 你要好好照顾身体 你的心脏不好 心情要放轻松哦 放心 放心 我只要想到增加 从此就毁了 不可能再东山再起了 我心情就好多了 心脏病也不会犯了 爸 爸 你都是为了我 爸犯了法 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 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犯得过错 我很欣慰 不用害怕东窗事发 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卫敏 爸这一生中 最大的骄傲就是你 希望从今天起 你也会觉得 有我这个爸爸还不错 不错 你真的很不错 我该走了 我该走了 爸 我打算用武党籍的身份 参选下一届市议员 我会靠我自己的双手 拼出许外媚自己的一条路 小凡 你怎么在店里啊 去送外卖的是不是 小凡 喂 姚伯 那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到啊 我刚听到阁路有声音 我以为你在楼上 是吗 应该是吗 最近野猫好多 我常常在我楼上 你带女人回来过夜 没有啊 那刚那个什么声音 不可以说是电视声音 就跟你说了没有 乔凡 身为你的朋友以及经纪人 我必须要有义务跟权力提醒你 你虽然现在是单身了 但是你的小有知名度 千万别乱高飞 尤其是一面子 严格禁止 乔凡 不好意思我刚刚不小心 踢到柜子了 你不是陈文琦的妹妹吗 你不是结婚了吗 他 他结婚了 乔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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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太可恶了 你既然破坏别人的婚姻 你太可恶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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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亚伯你冷静你好不好 我 怎么冷静一下啊 你竟然把我弯了 就动了陈文琦的妹妹身上 你太刮了 不是啦不是啦 师傅离家出手 我身上又没有带钱 我女儿肚子饿 我才来麻烦乔凡 是她好心收留我 你昨天晚上睡哪里 楼下仓库了 真的 你没有骗我 不对啊 你不想回家 那你为什么不回娘家呢 为什么不找陈文琦帮你了 他们一定会收留你的 因为我不想让我家人知道 我的事 我会想自己解决 哈 诶 妖伯 既然你都来了 就帮一个忙吧 帮什么忙 帮她 找个离婚律师 帮她 她们可恋 那边 我不是不想让她 大家糟了 她们是这一位